換個裝備 化身背包客 今天我要再去尋找另一位新住民朋友 哇 這裡就是西門町 而且我現在站的位置就是最多人的6號出口 但是因為今天是平日 又是早上 所以人比較少 那我今天晚上要住的旅店就在前面 一起去找吧 也不敢說是第一間啦 但是這裡就是賣咖啡豆 還有很多小甜點啊 或者是一些零食啊 很好吃 而且每一次經過這邊的時候就會覺得 哇 有聞到這味道 好香喔 好 這個廟很有趣的喔 它隔壁都是商店啊 賣鞋子什麼的 但是中間看起來好像是很小的廟 但是它裡面非常大 我找到了 哈囉 你好 嗨 鞋子可以放在那個鞋櫃 好酷喔 為什麼要換拖鞋 因為裡面會有比較乾淨而且有家的感覺 喔 真的有一點 好 那我先換一下 你要來住幾天 就一天 喔 OK OK 其實我要找一位叫Mark 喔 我是 你是Andrew嗎 對對對 老闆完全硬的手續以後 這是我們堅持就是 我們一定會每個客人 我們都帶他繞我們這邊的大廳 就等於是給他一個tour 一個tour 館內的tour 館內的tour 對 走吧我們就去啊 好 這個門是從早上7點到晚上11點 OK 11點後這個門就會鎖起來 就會鎖起來 對 但你可以用你的房卡在旁邊的側門進來 所以你24小時都可以進出 好 哇 這是什麼 九份先是那個礦場 像金瓜石那邊 對對對 然後我們做這個時候是想把台北的元素帶進去 好酷喔 這個假如是用 欸 還會動耶 對啊 你要進去拍照嗎 好啊 好啊 當然喔 當一下礦工啊 對啊 不然我們節目很難拍到礦工 新住民好像沒有做礦工的工作 看到這個 散工囉 掰掰 不會跳下去吧 啊 重點 有沒有金塊 早早看你就會找到了 下次幫我準備一個金塊吧 沒問題 還有照片 對啊 大家去九份都算晚了 以前在逛場的時候其實死很多人 就可以連結到古時候的台北 對 那你去看就不單純是一個光光的角度去看九份這些地方 你就還會想看一下金瓜石以前的歷史是怎樣 馬克打造Hustle的空間理念很簡單 就是台灣 跟客人搬甘金就是這裡最給力的服務 Check-in開始就是一個Tour 從介紹基本設施到深入了解客人喜好 並為背包客量聲建議一個專屬的台灣之旅 我叫馬克 然後我來自香港 家裡我有一個哥哥 然後一個妹妹 然後我是排第二 然後我在19歲的時候來台灣讀書 那個時候是我第一次坐飛機 大學畢業以後我就回香港工作做旅行社 然後工作了8年 就換跑道在台灣開青年旅館 我從13年開始那個經營青年旅館 到現在2017就已經失聯了 WOW 這是什麼 這是我們頭20名最多客人去的一個景點 中韓英日文 OK 所以就是每個人都可以看他自己想要看的語言 對 因為他們看不懂去看那個是蠻辛苦的 那我看英文或是中文囉 對 那你幫我選的話 我就一天喔 你來台灣多久了 20年 20年是不是 你有去過那個寧夏夜市嗎 有啊 有嘛 你有沒有吃過它的麻糬冰 麻糬冰喔 對對對 就是熱的麻糬 還是很熱的時候掉到冰裡面是一起吃的 又熱又冰喔 對對對 欸 真的我沒有吃過欸 真的很好吃 好 好 算你厲害了 好 這是一個吃的嘛 對 就是要看 用眼睛看 那你有去過基隆山嗎 基隆有山嗎 他是像從九分開始 走上去以後 你這個面你會看到基隆 還有北海岸 後面你回頭看會看到101 還有台北市 還看得到101喔 對 在同一個view 同一個你轉的時候 你就看到城市跟那個海 一舉兩得喔 對 欸 講成語 算你厲害了喔 20年啊 他幫我選了兩個我沒有做過的事情 真的喔 這樣子的空間我覺得很棒 我只要來到這裡 跟工作人員聊天 我們就可以安排一個很適合我的一個客製化的行程 對 我們強調的是我先要知道你這個人的一些故事 然後我們就可以聊到一些什麼東西適合你 這裡有限的時間裡面讓你體驗到台北 太感動了 這個不是提供住宿而已啊 這個是交朋友 我們強調的是提供一個體驗 而不是一個床位 好吧 我們就去房間吧 好 哇 還有view耶 這邊是你的床 OK 對 上面這個喔 上面上面上面 OK 對想要換下面的可以嗎 不行耶 因為通常很多客人進來的時候都會說我要哪裡我要哪裡 其實我也影響到那個系統上 定床上會有問題 還好我喜歡上面的 對 我知道你喜歡 真的喔 哈哈 這裡就是我今晚的落腳處了 老實說真的蠻舒服的 雖然我千百個不願意離開枕頭 但想到剛剛一樓的大客廳 似乎也在呼喊著我 這裡坐 那裡躺 說不定還可以交到新朋友呢 你怎麼會決定要在這裡開旅店呢 我覺得是一個緣分耶 當時候我在香港工作的時候 我就慢慢開始找在香港適合的地點 跟朋友聊天說 欸 台灣好像也有類似這種的房子嗎 可以幫我找找看嗎 一兩個禮拜後他打給我就跟我說 欸 我找到你要過來看嗎 我那時候還在上班還聽電話說好啊 然後下午就坐飛機來 下午就坐飛機來 對 就飛過來看 然後就是現在這裡 我沒有看過其他的地點 那你走進來的時候 你第一眼看到的是什麼 是一個廢墟 我就是需要找一個廢墟啊 可是你應該是有這個想像力吧 就是你看到這個空間 就知道你可以怎麼引用吧 因為在香港裡面找的一些房子 都是很小很小的 那你第一次來台灣看到這種房子 一進來一樓我就覺得哇 光這個一樓就比我平常找的房子 要大好幾倍 原本的勞屋打掉重練 Mark賣掉香港的房子 來台創業的資金 飛快地噴光 三不轉 路轉 他捲起袖子 當起木工 能省則省 他的Hustle才有今天的重生樣貌 我發現這裡完全沒有小桌子 只有大桌子 對啊 因為其實小桌子 一個人坐上去 其實不會有另外一個人 會坐在你對面或是你旁邊這樣 但大桌子就一定會 就算你一個人坐在這邊 你旁邊都會有人坐在你附近 嗯 這裡一個人來 其實你很容易就會跟別人聊天 其實你是設計這個空間的想法 就是要讓很多人就碰到新的朋友 說不定他在這裡認識的新朋友 就會跟他一起去旅行啊 對啊 有時候看 有些客人坐四五個人在這邊 可能我們同事或我幾起就會坐下來 跟他們一起聊說 你們進去哪裡 講一講結果是他們幾個人就出去了 對啊 有著這個公共間 能辦很多的活動 把台灣介紹給不同國家的人 100個人來台灣的話 有80幾個人是先來台北 是從沒來過台灣的人 對 backpacker他們都透過hostel 他們又可以跟不同國家的人交流 那這樣的話 hostel就可以更快 讓更多人知道這個環境 你也是曾經是第一次來台灣 是需要資訊 然後快速的了解這個地方的人 對對對 可以用就是過來人的角度去提供一些服務來 你也曾經在101上嗎 我還沒有在上面 對 但我最近已經在那裡 對 還有Elephant Mountain Elephant Mountain 你已經在那裡 對 我認為現在的視訊 Elephant Mountain 還好 對 對 除了香港以外 台灣是我第二個住了最久的地方 我練福安大學的參與管理系 頭一年都覺得很神奇 原來學生是可以騎摩托車 香港摩托車跟車是一樣的 對 所以說104出來工作了 好幾年才有機會買車 在台灣求學 生活旅行的經驗 都在Mark心中買下了小種子 創業時 他就將這些心得 化成hostel的free tour 分享他所認識的台灣 你能透過這個tour 認識到跟你一起來旅行這個朋友 所以你等於是做媒嗎 可以這樣說 但我很開心看到不同國家的人 在這個地方認識 對 我覺得這事很有意義 你還可以聞得到那個木頭的味道 快木 這是快木 對 這是快木 所以你會聞得到木頭的味道 大概10年前 他不是這樣 就是你走在這邊 你就覺得 這邊 就真的很不一樣 嗯 好像走到另外一個時代 對 因為萬華區是那種很舊很舊的社區 所以裡面也是有雙牌的這個商店 怎麼會想到說要帶大家去做一個free tour 說實在我們出來工作以後 是不是真的很budget 我一定要很便宜去為了去住一晚 其實也不見得了 現在的人去玩的時候 就是看那個地方有沒有去 像我去住澳洲一些hostel 很髒很久 但我去的原因是為了這個tour很吸引我 而且最重要是 你能透過這個tour裡面認識到跟你 一起來旅行這個朋友 所以你等於是做沒嗎 可以這樣說 但我很開心看到不同國家的人 在這個地方認識 對 我覺得這次很有意義 怎麼會選擇剝皮條呢 剝皮條其實是一個 離窮店裡面走過來的過程 就是看到房子都很舊 都沒有人 但走進來的時候 他就會看到 哇 怎麼會有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就可以跟他說一下 是以前的萬華區的故事是怎麼 他們認知台北市101 對 對 大家都知道101 或者是什麼 中正經驗堂對不對 對 慢慢可以跟他們講這邊的故事這樣 其實這樣子很棒啊 就是總之要有歷史 氣息的一個地方出發 然後到最後還是可以認識 現代化的台北對不對 對 我就是喜歡這種 老房子啊 對 那時候就是拍婚事要找 然後我們就找其中一個地點 是在這邊 笑容 牽手 小害羞 攝影師隨便拍 居然無為何感 那接下來的龍山寺百年兵店 就讓照片來說話吧 我跟Mark結婚快三年了 現在有一個女兒快兩歲 我們來台灣也四三年了 我一結婚之後 來台灣住了 因為我小時候從美國長大 然後我身邊所有看到的爸爸 都是會跟小孩去公園玩 然後我就是一直都會覺得 我老公也是需要當一個這樣的爸爸 一開始Baby出生 我覺得他比較沒有當爸爸的感覺 就是那時候可能會 寶寶還太小 還是老婆你來吧 但是後來就覺得有轉變 那你就看到他會幫忙的 會主動幫忙 千千還沒出生之前 我不覺得我是一個爸爸 我覺得這個離我還很遠很遠 對 我之前工作是八點到晚上八點 從他出生我自己調整就是 工作到晚上七點前 我就一定會回家 生活反而變比較規律 我覺得在台灣帶小孩蠻好玩的其實 就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帶小孩去 好像我之前有帶他去十分瀑布 就我跟他兩個 然後我可以帶他去十分放天燈 我覺得如果跟香港比較的話 在台灣生活對小朋友是比較開心的 在香港應該從在媽媽的肚子裡面 你就要開始競爭了 一歲就要去面試 兩歲就開始面試幼稚園 一進去幼稚園的第二年 他又要準備面試小學 你知道女人嗎 對 嗯 在台灣生活對我跟在香港的意義是一樣 他能生活 他能住 我可以一起帶在這個地方 住久了其實真的沒有到一個東西 讓我覺得非得要住在這裡不可 我覺得是種種的加起來 讓我覺得在這邊生活是舒適 光小朋友不用去面試 我已經覺得自己蠻幸福的 我們人不是無時無刻都很正面 香港的朋友來的時候跟你說他的生活有多可憐的時候 就覺得原來自己也蠻幸福的 那爸爸呢 談戀愛一年多之後 他就跟我說我要開青年旅館 我就覺得好啊 因為他爸爸也是自己的創業 然後哥哥也是創業 整個家族都是 我也全拜他啊 我覺得他有很多地方都值得我去欣賞 我欣賞他的行動力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做那個企業顧問的 我以前工作的時候會有project plan 將來那一年幾月要做什麼 我已經安排好了 然後我一認識他我就覺得 你這個人怎麼這麼隨興 你怎麼都沒有安排什麼的 然後後來我就發現他其實不是隨興 只是他會覺得事實發生的時候會有很多狀況 你是沒有辦法預估的 反正有問題你就去處理就好了 他回家從來都不會跟我complain 當你不是一個會complain的人 你就自然會覺得 事情好像也蠻好蠻順利的 如果都是講創業的 香港是一個很快速的地方 你要在最短時間把你的事業變到最大 否則你就會被萎縮被刺掉 當然台灣是有足夠的時間 讓你慢慢把它長大 2017年Mark的第二間hostel 如火如土的施工中 他每天都到現場 跟師傅刮甘賤 隨時掌握公班狀況 這間房子是大約有70多年的歷史 經過的時候一直都覺得很漂亮 它都是全木做的屋頂 這些木頭都是台灣的塊木 像那邊的舊窗都是70幾年的 但它還是那麼的堅固 台灣舊房子很多 如果我們去蓋新的旅館 都去找一個新的地去蓋 我覺得它沒有故事性 然後如何把舊房子能延續下去使用 我覺得是 我覺得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因為我那個第二間的那個 公班進來 我怕已經不上 是喔 前面防水了 但防水二樓已經 已經也好啦 我先了解他們今天要做什麼 然後跟昨天要做的事情 他們有沒有做到 所以我的工作是確保每個公班 不會有不必要的那個 重複的工作 第二間Hustle即將增設 香港團隊規劃的餐廳 還有日本咖啡師進駐的咖啡店 今天各方人馬齊聚一趟 為了展開一場多餘溝通 跨國際的施工會議 今天早上這個會議 有餐廳的專業人士 有做設備的專業人士 有做日本的咖啡師 以後在這個餐廳裡面 所有的核心人員都在這邊 Taka 昨天我們說了 熱水機器 但我們還有其他風格 就是這個 我看到 你喜歡那個嗎 我都不是在這個領域是專業 我的工作 只是把他們互相的去翻譯 去達到他們想要的目的 我也做過咖啡廳 好幾年 所以他講什麼我知道 餐廳 然後我也是讀餐旅管理的 然後工程 然後我已經做過那麼多工程 所以其實他們講的事情 我都聽得懂的時候 就會閃很多時間 你自然開始了一個事業 不進則退 我的名字是Sunny 很高興認識你 你好 所以現在我會示範你們 第一層的工程 在你這邊的同事 你要有別的東西 讓他更去追求 再去進階 所以你提供的不只是一份薪水 你也是想要讓他們有一個 未來的可能性 最好是他們一個人 可以開一間店 然後我就可以退休了 所以你要找很多個小Mark 這應該不容易了吧 他們現在都比我好 其實我真的必須講一句話 這也是我很少看到的服務 就是有時候你走進店裡面 你會覺得說服務員 都是很客氣的 是有被訓練好的 但是我感受到的是 他們是有溫度的 是想要交朋友 客人在我們網路上 review上面寫說 他覺得誰給他的服務很好 讓他印象很深刻 我覺得這非常難 要讓一個人 記得你的名字 還在review上面 在寫你的名字是 他真的非常的感謝你 才會做得到 我今天也已經記得 四個人的名字 真的啊 Becky, Wendy, Lily 還有Mark 背後有一個水操作 你可以用你的水操作嗎 說實在 我不是一個很有系統 去訓練員工的一眼 我們都有共同的一個目標 他來住不是一個床位 是如何帶到一個體驗給他 住宇宙的人 他來就要試試看 很大的功課 或者是怎麼樣他喜歡上 這個旅遊心態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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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業工作上 我們一起理念就是 我們就要讓客人 開心的來 開心的離開 這個是很 很 proud of 自己這個工作 好棒的空間喔 酷吧 很少看到 Hustle是提供這樣子一個 Roof Deck 對啊 我站在這裡聽到這個聲音 這個車水馬龍的聲音 有的人會很討厭 但是我覺得在這裡的話 你會覺得 台北市是一個 一直在發生很多事情的地方 站在這個天花板 就是這算屋頂啦 屋頂 外國人 站在這個屋頂的話 你就會覺得說 世外桃園 對 我也很喜歡上來這邊 對 你就會覺得 就算人下面很多 這邊還是很安靜 鬧鐘取靜 真的 棒 真的 來自香港的Mark 議員創業夢 打造一棟Hustle 來自澳洲的Andy 則是五星插流 成就一間民宿 兩人的經營方式雖然不同 但同樣是要分享他們在台灣的生活 讓來自他方的遊子 都能來住一晚吧